看着文昌 凤九介绍道 文昌 这位是我的好朋友 魔族的小燕魔君 燕池物 小燕 这位呢 是我的救命恩人 西区山的文昌仙者 听燕池物说自己跟冰块脸长得像 文昌第一时间反映冰块脸是东华帝君 凤九为了阻止燕池物说话 甚至伸手捂着他的嘴 凤九也不会避嫌 引得文昌心中更加不悦 看着燕池物 冷冷地说了一句 小燕魔君 幸会 看着文昌 燕池物虽然满腹狐疑 但见凤九方才一直跟自己食眼神 燕池物也不敢多问 看着文昌 笑着说 文昌兄弟 既然你是小九的救命恩人 那就是老资的朋友 说着 燕池物走到文昌身旁 拍了拍他的肩膀 看了看被燕池物拍了的肩膀 文昌一脸嫌弃 但燕池物并没有留意到文昌嫌弃自己 扭头上下打亮着凤九 笑着说 一年不见 小九没什么变化啊 刚才文昌对燕池物的态度 虽然看在眼里 凤九并未敢声张 与此同时 听到燕池物的话 凤九脸上露出喜悦的神色 笑着说 你还不是一样 没什么变化 对了你今日怎么有空来青秋 现在神魔大战 你怎么还有空来我这儿 你不用去调停那些 要与天族作对的魔族分支吗 文言 燕池物摇头摆手叹息道 唉 别提了 提起那群肖小 老子就来气 今日说好不战 明日又带着人马去通天族作对 幸好有姬衡帮忙调停 否则要老子逐个跟魔族分支好说歹说 砍死老子算了 听到燕池物提起姬衡 凤九不由自主地看了看身旁的文昌一眼 心想 虽然文昌没有想起我 但所幸他也没有姬衡的记忆 看来 即便文昌失忆对自己是一件残酷的事 但也有好的一面 见凤九没有说话 燕池物又道 老子记得你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找老子喝酒 今日老子特意自己上门 不用你派人去寻老子那么麻烦 燕池物一边说 一边取出几坛酒 放在了石桌上 凤九都忘了 每年放饱 因为自己考得不好而心情苦闷 他都会派人去寻燕池物来喝酒 因为那么多年都如如此 今年没有派人去请燕池物 他道自觉 自己带酒来清秋 看着燕池物 凤九笑道 还是小燕了解我 好吧 今日一醉方休 听着凤九和燕池物的对话 文昌大致清楚了 魔君燕池物在魔族领袖之一 但看他的调停能力一般 还要依靠一个叫几横的人 而凤九的反常 应该是跟今日试年中大考放榜有关 英文昌前几日听凤九无意间 提及今日学术会派发成几单 但让文昌惊讶的是凤九 竟然要同燕池物饮酒 而且是于醉方休 而且文昌后来还发现凤九 似乎对燕池物的口味十分了解 连燕池物不吃姜粉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还给燕池物准备了不少的糕点 说是给他明日回去时享用的 酒席间 文昌并不用如何 燕池物同凤九一斤 你来我往就喝了起来 才喝了几杯 燕池物就有了一些醉意 看着凤九 赶上地道 小九 老子觉得自己好失败 凤九一边给燕池物倒酒 一边问 为何这样说啊 看着凤九 燕池物苦笑道 你是知道的 续扬当年把魔族交代给老子 老子是想要把魔族管好 但谁知道 近万年来 这些魔族分支却越来越不听话 说完燕池物端起眼前的那杯酒 一口喝完 见燕池物这样失落 凤九安慰道 这又不是你的错 那些同天族作对的魔族分支 各自有自己的统领 调停不了 肯定就会开战 只是苦了下面的那些魔族的百姓 凤九的话 说到燕池物的心坎里 看着凤九 燕池物点了点头 道 是啊 就是因为这场大战 魔族民众死伤无数 见燕池物神情黯淡 凤九给燕池物搞了一杯酒 举杯道 别说那些了 喝酒 喝酒说着 凤九碰了碰燕池物手中的酒杯 又看着文昌 道 文昌 你也喝 见凤九终于想起自己 文昌不悦地举起酒杯 碰了碰燕池物的酒杯 道 小燕魔君 既然你自知自己失败 应该回去魔族想解决方案 而不是来狐狸洞逃避啊 说着 文昌看着凤九 道 不然 双方会有更多冰族 因这场什么大战而丧生 除此之外 还有多少凡是生灵涂炭 听得出文昌在挖苦小燕 但文昌说得又在里 凤九只是看了文昌一眼 使眼色让他少说两句 燕池物抬头看着文昌 痴笑一声道 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冰块脸 说话一样尖酸 你那么厉害 你来结束了这场什么大战啊 看着燕池物 文昌冷冷地道 若文昌是魔君 魔族哪位敢跳出来说要站 那文昌必定让他能站在出现 只能躺着回去 见文昌和燕池物吵了起来 凤九拉了拉文昌 示意他不要再说下去 又看着燕池物 道 小燕说好今日来喝酒 别的事就不说了 来干说着 凤九举起酒杯 说 我敬你们 喝了差不多十杯酒 燕池物看着凤九 伤心地说 小酒 其实最让老子伤心的是 三万年前 吉衡本来答应同老子相少 但三万年来 他一直没有提同老子成婚之事 每次同他提起 他都找各种接口拒绝老子 听到吉衡这个名字 凤九条件反射地看了看身旁的文昌 见他安静地品尝自己的酱肘子 才稍稍安心 见凤九一直没有理会自己 燕池物有些不悦 看着凤九 嚷嚷道 小九 你究竟有没有听老子说话啊 正当思索之际 凤九被燕池物的话语惊醒 看着燕池物 皱了皱眉道 是不是他有其他心思 所以才不愿意同女成婚 说着 凤九给文昌加了一块鱼肉 燕池物摇了摇头 道 老子也不知道 近一万年来 吉衡整日为神魔大战之事忧心 经常同魔族分支首领商量 这老子能理解 但为何之前那两万年 他不同意呢 见燕池物一副落寞的样子 凤九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了 只是忧心忡忡地看着燕池物 坐在一旁的文昌忽然举高酒杯 看着燕池物 道 魔君 文昌静谜 燕池物本就心绪不佳 只怕喝得不尽兴 有人敬酒 乐得很 举起酒杯就干了 见燕池物把酒喝完 文昌安慰 以魔君的相貌 魔君的心仪的女子 怎么会有一心 必定是魔君多虑了 燕池物笑着的回应 文昌说的话中听 老子喜欢 说着 又哈哈开怀大笑了起来 凤九确实没有想到文昌 竟然会安慰燕池物 但见燕池物开心起来 也放心了 见桌上的菜不多 凤九笑着说 我再去给你们家两个菜过来 你们先聊着 好 燕池物点了点头 笑着说 小九 老子爱吃你做的红烧狮子头 今天怎么没有做啊 凤九猜走了两步 燕池物又大声嚷道 哎 小九 那红烧狮子头 要少放酱粉吗 我知道了凤九一边点头回应燕池物 一边往膳房走去 燕池物笑着说 你记得就好 再做一道红烧狮子头 和几个下酒小菜 对于凤九来说 用时也不多 但让凤九惊讶的是 两刻钟不到的时辰 凤九再回来时 燕池物已经不见踪影 凤九一边到处张望 想要寻找燕池物的身影 一边狐疑地问文昌 小燕他人呢 看着凤九 文昌慢条丝里地将嘴里的食物咀嚼吞咽下去后 才看了看狐狮洞口方向 解释道 小燕魔君忧虑更多魔族分支会加入神魔大战 更担心鸡痕会变心 交代我转告女君 他先回去了 看着手里那红烧狮子头 凤九不解地说 怎么说走就走啊 这红烧狮子头都没有吃呢 见凤九还在为燕池物的离开而不悦 文昌安慰道 女君何必忧心 文昌会把女君做的菜肴吃完 虽然觉得小燕走得也太急 但凤九也清楚燕池物向来在意击衡 徒留下来 也是不开心 早点回去守在击衡身边也好 所以就释怀了 一连几日平安无始 但这一日清晨 文昌来到大堂的时候 听到凤九和米谷说话 米谷公身行礼道 米君 今晚的巡夜 米君还要去吗 被米谷一提醒 凤九才想起此事 清秋分了五荒五地 而凤九成的是 姑姑白浅所管辖的东荒 自从一万年前 分布在四海八荒各部的魔族 开始蠢蠢欲动 而魔族出没在清秋是在近五千年 在最近一千年 清秋境内陆续出现了一些魔族 袭击百姓的事件 为了保护清秋的臣民 自从第一起魔族 袭击百姓的事件出现后 胡帝白指下令 在清秋五荒边境设下边防 五荒所属的五地 每月自行巡查边境安保情况 与仙神所喜爱不同 妖魔醉喜每月的月圆之夜 即因之事行动 只因这个时候 阴气中 阳气最热 对妖魔而言有天使的优势 有碍于仙神法力的施展 所以清秋五地 每月十五这一晚都会巡夜 凤九开始巡夜的时候 滚滚不放心娘亲独自前往 就和娘亲一起巡夜 巡夜几次之后 滚滚就跟娘亲说 她可以独自巡夜 经过之前几次 凤九就放心将巡查知识 交给了滚滚负责 近一千年 凤九除了开始一年巡夜 余下的时间都是滚滚巡夜 如今滚滚去了墨渊的军营历 巡夜知识只能由凤九承担 见女军不说话 米谷也清楚女军自从小时掉入蛇窝 就不敢行夜路 想了想 米谷建议道 女军 小殿下行夜一千年 从来都没有什么事故 不如今晚就别去了 凤九摇了摇头 道 这不行 这几年神魔大战开始后 魔族在各处失虐更加严重 若不巡夜 给魔族有可乘之机 伤了东荒臣民 那如何是好 文言 在大殿外的文昌更加欣赏 忠于职守的凤九 身为女军 就应该守护一方百姓的安居乐业 见女军不同意 米谷自告奋勇 那米谷与女军一同巡夜吧 与米谷一起查看关口情况 那自然比起独自前往要好 正当凤九要回应米谷的时候 文昌走进大堂 看着凤九 自见道 文昌愿与女军一同前往巡夜 不知女军意下如何 文声 凤九扭头看着文昌 担忧地问 文昌的伤势才恢复没多久 巡夜需要深夜才能回来 怕你太过奔波劳累 看着凤九 文昌认真地道 无妨 米谷看了看文昌 扭头看着凤九 笑着说 女军 我看文昌并无女军想得那么弱 女军正好趁此次机会 但文昌逛一逛青秋 岂不是更好 看了米谷一眼 文昌看着凤九 点了点头 使了个眼神 道 正是 凤九回想了这段时间文昌的情况 也觉得自己太过紧张 于是就答应了今晚同文昌一起巡夜 因为东荒边境不小 凤九一共设了近一百个关口 其中有七十个关口是同青秋另外四荒接壤 这些关口虽是 但因为都是同属于青秋 这些关口自然比与魔族接壤的余下三十关口安全 最不安全的关口 凤九想要安排在最危险的晚上查看 因此 凤九带文昌从同青秋其他四荒所接壤的关口开始查看 离开狐狸洞之后 念玉风诀 凤九和文昌花了不到一刻钟 就来到第一个关口 护官神君一见凤九 立即笑着行礼 属下参见女军 凤九挥了挥 道 护官神君不必多礼 当给文昌行礼的时候 护官神君正了正 扭头看着凤九 狐狸地问女军 不知这位 从这位护官神君这一反应 凤九很放心 证明这位神君观察入微 这是护官神君必备的品质 凤九笑了笑 介绍道 这位是崎岖山的文昌仙者 护官神君随即给文昌拱了拱手 道 文昌仙者 文昌微微汗手 道 神经辛苦了 见凤九在查看守护栏 护官神经连忙向凤九介绍 女军 这些守护栏 属下会在固定时间检查牢固情况 请女军放心 看着神君 凤九点了点头 又问 如果有外来入侵者 你们如何处置 神君严肃地道 若有来犯者 守夜士族会拉响警报 随时命的士族会马上现身说着 神君指了指关口 瞭望塔旁铜锣 看着神君 文昌静静地问 随时待命的士族有多少 神君看着文昌解释道 文昌仙者所关心的问题 对于像我们这个东荒与青秋余下四荒接壤的关口 随时待命的士族会有六名 至于与魔族接壤的关口 随时待命士族会是我们这里的两倍 则十二名士族听着神君的介绍 凤九更加放心 欣慰地说 近年来魔族频繁出现在青秋 为了护卫青秋黎明 你们辛苦了 被凤九对自己工作的肯定后 神君脸露喜色 谦虚地说 女君严重了 老家卫国 是军人的天职 凤九又交代一番后 才和文昌离开了第一个关口 往下一个关口出发 文昌以为凤九只是在第一个关口 才会查看如此细致 直到查看到最后一个 东荒与青秋余下四荒接壤的关口 凤九都如此细细查问 可见凤九对于自己管辖区域态度十分谨慎 同凤九出去巡查 文昌印象最深刻的是 每到一个关口 凤九都会亲切询问护官神君的工作情况 看凤九同护官神君的交流 一点也看不出她是女君 而这些护官神君对凤九也十分尊敬 见天色逐渐黑了 一轮圆圆挂在天边 凤九取出几个糕点 递给文昌 笑着道 文昌 还有三十个关口还没有查看 而这余下的关口才是今晚工作的重点 我们先凑合地吃些东西 查看完这三十个关口 回去狐狸冻后 我再给你做好吃的 文昌笑着点了点头 阴影道 全凭女君安排 吃了一些糕点 休息了片刻后 凤九和文昌继续查看边防关口情况 经过一晚查看 文昌发现了关口所设的位置 虽然已经尽量挑选地势较高的丘陵 但青秋地势是以丘陵平原为主 虽然不少的关口有连天和堂作为天然屏障 但这样的地势 依然是不利于防守 在查看好几个这种同魔族接壤的关口后 文昌建议凤九在关口周边增设一些陷阱 以防魔族来侵犯 听了文昌的意见 凤九觉得这个建议十分好 正在思索下令各边防关口增设陷阱 却听到一阵紧促的铜锣声自西南方响起 不好 凤九惊呼一声 侧头看了看身旁的文昌 道 西南方有魔族来犯 显日凤九发现了铜锣声 在凤九说话的时候 文昌已经往西南方飞去 凤九紧跟在文昌之后 抚养之间文昌和凤九已经来到了发出铜锣声的关口 只见此处一群身形巨大黑衣者 正同驻守在关口的十二名士族混战 这群黑衣入侵者 数目比起驻守的十二名兵族要多几倍 这十二名士族被黑衣者团团围困 刚来到 凤九和文昌马上加入了战斗队伍 抽剑迎战黑衣者 文昌将手中心灵剑挥动如行云流水 所接触到的黑衣者飞死则伤 见文昌的剑术如此精湛 一名黑衣者发出一个声音 声音刚落 数名黑衣者向文昌围了过去 凤九提起逃柱剑 左冲右突 一边帮助守护关口的士族杀敌 一边忧心文昌那边情况 数名黑衣者分前后左右朝文昌攻击 文昌不慌不忙 提心云剑迎战 将立于自己左边的黑衣者 赐于自己前胸要害的一剑批散后 将剑刃横扫右侧黑衣者的 刺在自己肩膀的一剑 将左右两面黑衣神军的剑招化解后 文昌双脚用力 跃起避开前后两个黑衣者前后加攻 落下的时候旋转身形 分别向四位神军要害部尾刺出剑招 几名黑衣者身法快得可以避开 但最前面的那位黑衣者并没有来得及躲避 惨叫一声 应声倒闭 口吐鲜血而亡 不远处那名方才发出声音的黑衣者 再次发出一声号令 又有几名黑衣者加入到对方文昌的见证 在另外一处同户关事族一起杀敌的凤九 看见几位黑衣者朝文昌飞升而去 更加忧心 心急想要去帮忙 但眼前的三名黑衣者将凤九围困 他无法抽身离开 只好寻机会再去驻文昌一臂之力 因为多了几名黑衣者 文昌一时之间被几名黑衣者所困 虽然不是会用剑锋刺伤黑衣者 但无法一击将黑衣者致命 虽然凤九和文昌在奋力杀敌 但黑衣者法力不低 而且还有数量优势 混战片刻后 关口驻守兵族已经出现了伤亡情况 文昌使出一剑 将正前方的黑衣者批断了一只手臂 而后再朝身后一名黑衣者的丹田部位 踢出一脚 两声惨叫声先后传入文昌的耳边 趁着打斗声和惨叫声连天 不远处黑衣者头目偷偷朝文昌发出一掌 距离他稍微近一些的凤九最新发现此事 听到掌声后 凤九心中一沉 提起陶铸剑画出连环鼠剑 逼退了眼前三位黑衣者 双脚用力一跃 飞身扑向黑衣者头目发出的那一掌去 提陶铸剑想要将那一掌批散 但这一掌用尽了黑衣者头目的时辰功力 岂能被凤九轻而易举化解 虽然被凤九的剑锋批散了部分 但凤九依然受了部分掌风 凤九一连退后了几步 才勉强站稳了脚步 被凤九逼退的三位神军警随其后 趁凤九只顾披散他们头目所发出的一掌 后防空虚之际 嘲凤九身后刺出好几件 当黑衣者头目向自己发出偷袭后 文昌是知道 他已经做好了化解的准备 只是文昌并没有预料到 凤九会不顾自己的安危 为自己挡了这一掌 心中生出一阵莫名的感动 这种被保护的感觉 是文昌自有记忆以来第一次感受到的 见凤九批散那一掌后 被掌风震退好几步 且身后又有三名黑衣者虎视眈眈 文昌知道凤九必定无暇顾及身后的黑衣者 文昌将法力灌输在星云剑里 嘲凤九身后三位神军所在的方向 用尽全力划出一剑 将挡在自己跟前的两名黑衣者震飞 正好撞中了凤九身后的那三名 想要偷袭凤九的黑衣者 砰砰砰黑衣者身体相互撞击的声音 和惨叫声联成一片 担心凤九在受到偷袭 文昌看准了自己身旁的黑衣者 还没有反应过来 无法及时将自己围困的漏洞 朝自己身后几名黑衣者连连划出好几件 几道血痕煞事尖自黑衣者身体飞溅而出 文昌借机依闪身飞到凤九身后 同凤九被靠背 两人持剑一起对敌 第一次和凤九相互掩护 竟然也可以配合得如此默契 确实出乎文昌意料之外 而且凤九似乎很了解文昌的剑法 非但掩护文昌 还可以助他将剑招发挥到极致 文昌的新云剑所指之处 必定会血光冲天 热光将血色照得一样耀眼 如此打斗不到一刻中 听到黑衣者头目一声令下 数名黑衣者齐齐跳离战阵 只愈下几名黑衣者断后 几个呼吸之间 那数名黑衣者也闪身 消失在无边的夜幕之中 护官神君向凤九请示 是否要追捕逃走的黑衣者 看了看身旁守护官口的士族 有不同程度的受伤 和文昌相视一眼 凤九让护官神君先将伤员妥善安排 加固官口安防要紧 凤九给受伤士族清理伤口 而文昌则同护官神君和没有受伤的士族 趁着夜色打扫打斗的现场 经过证实 那些死在文昌见下的黑衣者 确实是魔族所属的分支 见伤员的伤口已经处理好 文昌看着凤九问 若官口受到侵犯 敌我实力悬殊的情况下 可否从相邻的官口调派士族援助 说着 文昌扭头看着护官神君 鼓励道 若有增援 这样你们战胜外来入侵的魔族的把握更大 文言 凤九思律 官口之所以要设护官神君和士族 为的是保护清求民众 任何一个官口受侵犯 那相邻的官口的护官神君和士族 也有责任和义务协助被入侵的官口抗击侵犯者 凤九点了点头 道 当然可以 只是谁可以充当这个送信者 官口被入侵 情况紧急 哪里还有时间去相邻的官口调派援兵 看着凤九 文昌建议 可以用信号灯 偷袭一般选在夜里行动 信号灯在夜幕最容易分辨 神君脸露喜色 感激地道 如果能从附近的官口调派士族 那比起只有12名士族更有把握击退来犯者 凤九点了点头 道 那好 明日我就让米谷给每个官口都准备好信号灯 尽快送到所有关口 在凤九上关口瞭望塔 文昌指出 方才他在清理打斗现场时 发现一些瞭望塔无法勘察的隐蔽之处 想起文昌方才的建议 凤九交代护官神君要在瞭望塔无法勘察的地方增设一些陷阱 与此同时及时补足伤亡的护官士族 凤九和文昌回到狐狸洞的时候 已经接近迎时 还没有走近 文昌就已经看到米谷焦急地在狐狸洞走来走去 一见凤九和文昌回来 尼谷连忙上前问 女君 文昌仙者 你们总算回来了 怎么样今晚的巡夜还顺利吗 凤九摇了摇头 跟尼谷解释 今晚正好赶上了西南友魔族入侵关口 打了一场 索性伤亡不大 尼谷惊呼一声 道 竟然有魔族来犯 温凤九点了点头 看着米谷吩咐 米谷 明日 你置办一些信号灯 送去每个关口 米谷离开后 凤九担心文昌会饿 去善房用做了一宵夜 端到文昌的客房 文昌回房沐浴后正要歇息 却闻到一股食物的香气 伴随一阵轻盈的脚步声 直到凤九正往自己的客房靠近 正当凤九要敲门的时候 文昌已经打开了客房门 凤九愣了愣 看着文昌 笑着说 文昌 我给你做了一些宵夜 文昌点了点头 说了一句 有劳女君了 坐在文昌身旁 看着她用闪 凤九想起了文昌半路提起的陷阱问题 起来了笔和纸 描了几个图案 将手里的碗筷放下后 文昌认真查看凤九手里的丹青 发现她在描今晚魔族侵犯的西南关口地形图 文昌赞许道 女君好记性 凤九一边描图 一边笑着说 我们狐狸的记性最好了 基本不会有错 将西南关口的陷阱设计图描完后 凤九一边拿给文昌看 一边解释 青秋不少关口的旁边是河塘 所以 我设定这些陷阱直接连通河塘 调入陷阱就可以直接滚到河塘的底部 这样 落入陷阱的入侵者 预示贯会也不容易挣脱开来 给护官神军赢得了时间 这样的陷阱果然设计精妙 文昌点了点头 看着凤九说 女君的陷阱设得巧 被文昌认可 凤九心里乐开花 谦虚地说 其实这些陷阱之类 学术夫子也有提及 我只是照葫芦画瓢罢了 看着文昌 凤九心中暗暗想 如果是你从前爱研究这些 自己也不会研究 更不会越来越爱研究 看着凤九那张露出得意笑容的脸庞 想起今晚他不顾一切挡在自己跟前 文昌心中莫名异暖 不经玩耳 扬声问 哦 学术夫子除了教授这些 还会教授女君神吗 措头看着文昌 凤九笑着问 文昌要一起上学术吗 文昌本意只是想顺着凤九的话题 让他再得意得意 怎知道凤九竟然如此问 似乎误解了文昌的意思 想起之前滚滚曾让自己同凤九一起上学术 难道这是凤九的意思 念几次 看着凤九 文昌反问 女君想要文昌上学术 没有想到文昌竟然会问这个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 凤九心里的答案是肯定的 他点了点头 看着文昌 低声问文昌会同我一起上学术 对吗 虽然文昌不屑上学术 在清秋似乎也没有更加有意思的事 文昌最终同意了同凤九一起上学术 因为昨晚太晚休息 文昌醒来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是五十 出了客房后 文昌到处找不到凤九和米谷 文昌知道昨晚凤九交代米谷去置办信号灯 但凤九去哪里呢 在狐狸洞走了一圈后 文昌最终在书房找到了凤九 原来昨晚因为文昌同意了凤九 下学年会跟他一起上学术 凤九回房后 一直都兴奋的无法入睡 一时睡不着 凤九想起那些关口的陷阱 自己只是瞄了西南关口 余下二十九个关口还没有瞄出陷阱位置 忧心魔族再犯边境 凤九从床榻爬了起来 去书房将那二十九个同魔族接壤的关口陷阱位置都瞄了出来 在瞄这些陷阱的时候 凤九忽然想到一个更好的方法 又在陷阱添加了一个小铃铛 如果有落入陷阱者 就会引发铃铛晃动而发出声音 引起护官神君的注意 凤九将这个浩大工程完成之后 天际已经露白了 凤九原本只是想趴一会 等弥鼓醒来后 交代他在送信号灯的时候 将这些设计稿一起交给护官神君设置陷阱 但因为凤九已经一日一夜没有合眼 此时停下来后 建议铺天盖地携来 睡着后就一直没有醒 才走进凤九 文昌就已经发现了被他压制的设计稿 听到凤九沉稳的呼吸声音 文昌猜想凤九应该才睡着没多久 轻轻地将被凤九压制的那些单亲抽出 文昌细细查看后 发现同魔族接壤的30个关口的环境 凤九已经全部描绘出来 还在图稿上相应的位置添加了陷阱的标志 每份图稿的一旁 凤九都特别描绘了陷阱的详细设计稿 文昌还发现了凤九改进了陷阱 每个陷阱添加了小铃铛 看着那张平静的像婴儿一般的侧脸 文昌思索 昨晚回来已经饮食出客 吃过宵夜接近饮食中客 那凤九究竟是什么时候休息 迷迷糊糊之间 凤九闻到了一股香气 这种香气很熟悉 但又像是很陌生 鼻腔都是食物的诱人香气 凤九本来就饿 被这股香气吸引下 不由地动了动嘴 咀嚼了起来 在一旁翻看点击的文昌 听到趴在书院上睡着的凤九的异样声响 侧头一看 发现凤九嘴唇微微动了动 接着就听到凤九说 好香的烤地瓜啊 凤九一语的模样 甚是有趣 文昌忍惊不惊 凤九咀嚼了一会 正准备要吞下去 却到嘴的烤地瓜竟然飞了 心中一急 凤九就醒了过来 见凤九睁大双眼 文昌放下手中检测 看着凤九 轻声问 你均醒了 凤九左右看了看 没有看到烤地瓜 抬头看到文昌 一丝失望自心底生起 眼前这张长得跟东华一样的脸 可惜没有东华的记忆 如果是东华 还有可能给自己烤地瓜 文昌怎么会呢 捏了捏 因为趴着睡太久而酸痛的肩膀 凤九左右摇晃了一下脑袋 伸了伸懒腰 低声问 文昌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看了看窗外的天色 文昌说 身时了 凤九记得他临睡着之前 天色还没有完全亮 应该是卯时 如今是身时 自己足足睡了五个时辰了 难怪肚子那么饿 抬头看着文昌 凤九才意识到 自己只顾着自己 那文昌呢 看着文昌 凤九愧疚地说 文昌 你怎么不叫我起来 你肯定没吃什么东西吧 我这个去给你做些吃的来说着 凤九快步往书房门口走去 见刚刚睡醒的凤九 还惦记着自己 文昌心里莫名一暖 看着凤九道 女君不必忧心 文昌已经用过膳了 文言 踩走了两步的凤九 愣了愣 措头看着文昌 狐疑 难道是米谷从哪里弄来食物 但文昌身旁的石盒吸引了凤九的目光 而且测试凤九确认自己确实闻到一股烤地瓜的香气 看着石盒 凤九问 怎么有一股烤地瓜的香气 里面是烤地瓜吗 说着 凤九打开了石盒 看到两个烤地瓜 外皮已经烤焦 伴随着一些裂痕 可见这烤地瓜火候足够 当年东华为自己烤地瓜的一幕 越然映入凤九的脑海 看着文昌 凤九问 这是文昌烤的 见凤九麻利地打开了石盒 眼神先是吃惊 然后又是喜悦 接着是狐疑 意识之间 文昌也无法识别凤九的具体想法 大致猜测凤九不太喜欢自己烤的地瓜 因为凤九的手艺那么好 怎么看上自己的烤地瓜 看着凤九 文昌点了点头 道 若女君嫌弃 文昌还没有说完 就看到凤九惊喜的伸手拿起其中一个烤地瓜 所以后面的话 文昌也就没有说出口 因为有石和保温 手上的烤地瓜还有一些烫手 凤九迫不及待地用力掰开了烤地瓜 放到鼻尖纹了纹 轻轻咬了一小口 香甜软糯 就是这个味道 凤九看着文昌 抱以甜甜一笑 文昌从来没有想过 凤九竟然喜欢吃自己做的烤地瓜 他甚至觉得 难道是因为凤九手中的地瓜特别香甜 为何凤九会喜爱 见文昌一直看着自己 凤九擦了擦自己的脸 确认自己一态没有问题后 文昌还看着自己 凤九以为文昌也想要吃地瓜 伸手将碟子里的另外一半拿给文昌 笑着说 文昌 你也一起吃吧 文昌摇了摇头 道 文昌不饿 女君自便 来吗 来吗 一起吃吗 凤九坚持将手中半个烤地瓜塞到文昌的手里 见凤九如此坚持 文昌就接过那半只烤地瓜 轻轻咬了一口 分明只是普通的烤地瓜 文昌觉得自己烤的地瓜也不怎么样 为什么凤九那么喜欢 难道 是凤九的口味和自己都不一样 看来 下次要给凤九做个糖醋鱼试一试 所谓投桃报李 文昌总在吃凤九做的菜肴 那文昌也应该适当地给凤九做一两个菜肴 搭桃报李